亚当可以不犯罪的自由 基督徒不能犯罪的自由 有不能犯罪的自由 但基督徒每一天都犯罪的 实在概念混淆 亚当的情况 他可以犯罪 也可以不犯罪 只要他拒绝的话 神就给他保守他不跌倒的恩典 但是他自己放弃了 自己选择堕落 基督徒是以什么叫做可以不犯罪 相对在剥落的情况下 已经本性败坏了 你的意志受本性的玷污的影响 你整个思想 整个意志 整个情感都受罪的影响 所以你一决定 就是有罪的因素在里面 所以这样的人 已经成为罪的人 必然犯罪 不能行义 不得不犯罪 所谓的不得不不是勉强 他甘心论于犯罪 因为他的本性心思 倾向喜好都被罪污染了 所以他自由的犯罪 他不能行义 基督徒是脱离了罪的权势 不再成为罪的奴隶 已经本性上已经更新了 成为新造的人了 与神和好了 但是现实是 我们里面存在着败坏的本性 这个本性最终在成圣的过程上 或者基督复活的时候 完全改变 在这个过程当中 脱离了罪的权势 但是没有脱离罪的影响 最近133讲 如果听的人应该知道这点 仍然在肉体当中活着 没有 这罗马书里面我也讲了 没有脱离肉体 肉体里面又有败坏的本性 所以我们仍受他的干扰 有的时候保持得挺好 好像过得失的时候 但是会受他干扰 顺从圣灵 当然可以致死身体的恶行 但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不顺从圣灵 会体贴肉体 顺从肉体 所以能够不犯罪 但是我们会犯罪 可以不犯罪 但是我们却常常甘心乐愈 顺从情愈 上帝给你这个条件 给你这个能力 可以不受罪的挟制 可以不犯罪了 但是我们常常体贴肉体 顺从肉体 所以犯罪 这个不是不能不犯罪的原因 是我们常常故意犯罪的缘故 不要紧罪的缘故 那么快就实行 在美国真相军小臣 就是我们常常甘心的缘故